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你呀 喜欢你 别以为我想要你 别以为我爱你 谢谢你 我要说想对我出席 跟你say sorry 这爱是别人也像你一样 我就不在意 假如把你换成我 把我换成你 谁都不愿让对付我 爱情不转移 爱我死心 她的 爱情不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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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殡言 我还是回女官内院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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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丫头 朕真的好喜欢你 你怎么了 哪来的死亡 滚开 滚开 我脚过是一只猫罢了 朕从小对猫就是没办法 把你打个不停 明君 帮我看那只猫到底赶走了没有 买了赶走 兵君 猫赶走了吗 对了 我们这些日子已经好久没练功了 兵君 春宵苦短 那练什么功夫呢 正好想你 你根本就不会武功 你到底是谁 快说 这 这是刘兵仪啊 放屁 你根本就不是刘兵仪 兵君 你要带朕去哪里啊 去天牢 然后报告大将军 别去 朕是皇帝 朕可以让你当皇后啊 皇后 我不稀罕 我要的是追追了刘兵仪 走 赶快过去啊 下个 别追了 别追了 传你下去 马上将徐万安夫妇 抓拿盗案 我不管他什么皇上皇后 只要娶我的女儿 就得交并级 我说过多少次了 你注意看小的 不注意看大的 大的要看 小的我也要看 大的小的 你要奔对谁 对谁啊 就是要并级 我不管他大的小的呢 不管大了小的 全部跟我们走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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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走 放开我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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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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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狠的贾皇帝 你这腿外 冰儀啊 冰儀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徐管瀚 你叫女不言 何知罪 冯丫头 又惹你生气了 我以为什么事 这 这 你要不是不知道 她从小就有这个宝贝 别跟她计较 别计较 是啊 是 朕已经宽容她很久了 这回 绝对不会再容忍她了 你 你这什么意思嘛 你 冰儀啊 你是用这种方式招亲 是不是啊 招什么亲啊 我没把你们两个给砍了 就算不错了 把他们两个关进天牢 是 是 等等 不要 你 徐管瀚 听说 你是老头出身的 跟那些狱族都很熟 这样吧 把他们两个 关在昭台冷宫 由太监看管守卫 抓到许平君之后 再一起论罪 不不 你 你敢跟我分脸 不走 我是你许大叔 我是你许大叔 徐管瀚 我不是真正的刘病尔 真正的刘病尔 大概 已经在什么野狗的肚子里了吧 朕实在想不到 许平君竟然是个不真的女子 偷偷在外面跟那些野男人勾三搭四 真是丑闻 启禀皇上 许平君 老臣对他还算了解 他似乎不是这样的人呢 大将军 你是怀疑朕的话吗 不不 老臣不敢 即刻传令全国 通弃许平君 许女若敢违抗 就你格杀勿论 遵旨 韩老弟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许平君不是好惹的 幸好他没把你给阴了 好了 你别说风凉话了 这许平君在外头一天 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一天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尽快抓到手 凭他就想危害我们 我看他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他那张大嘴巴 整天在外面说你是假皇帝 那还了得 凭他 没人会相信他 总会有伤害的 昨天晚上我在那儿就好了 他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许平君这点武功 比条母狗高明不了多少 现在的我 比我叔叔的武功更厉害了 我已经把易晶晶练到第三层了 这位小哥向你打听一个人 什么人 你有没有见过连毁了一半的乞丐 连毁了一半 这个嘛 姑娘可是要打听那个甜面大公鸡 甜面大公鸡 是什么人呢 听说他现在是 是什么丐帮帮主 总不是在居巢 谢谢啊 强身为做人之本 没有成见的体魄 什么都做不出 所以大家 一定要好好地练习 但是要记住一点 练好了身体 来跟人家打架 好了 先休息一下 帮主 老外干什么 这是星座的面具 好漂亮啊 帮主 你看这这鸡头多漂亮啊 帮主 你看这鸡头多漂亮啊 帮主 你看这鸡头多漂亮啊 帮主我这熊头的 你看看啊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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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天下完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帮主 咱们到街上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帮主 你们脚势啊 你们脚势啊 有啊 你们脚 有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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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来摆摊的吧 是 交锁了没有 来呢 帮带来衙门 先打二十大门 然后交锁 是 你给我站住 站住 抓贼啊 抓贼啊 看着 站住 按照新法不管大人小孩偷东西 一律断手 带走 官爷 他只不过是个孩子 你就不能放他一马吗 按照新法 问问什么大人小孩 我从小就想当捕快 没想到新法一出 你们这群捕快 成了世上最龌龊的一群人 简直不想活了 上 帮主 要不要去帮忙啊 没关系 婚丫头可以赢你 婚丫头 别惹麻烦了 你是婚姻吗 你 你真的是婚姻吗 我终于找到你了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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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丫头 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会不会每天晚上 都吓得作恶梦 我才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永远都是 你的夫君 我会把你害惨的 贝妮 你的心病又犯了 从今你是个小痞子 所以你怕耽误了我的幸福 现在 你又是个丑八怪 所以你怕成为我的父带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不怪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愿 变成 在我最潦倒的时候 喜欢我的人是你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照顾我的人是你 我在大老的时候 陪着我的人是你 在我难过的时候 安慰我的人也是你 到现在 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千里迢迢来找我的人 也是你 变君 你让我知道 什么叫做真爱 变业 变君 变业 你体内的创伤太严重 又是毒又是内伤 我 我根本帮不了你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现在连周末空师父都这么说 我看我是 不行了 帮主 我帮你们熬了两碗大锅杂会粥 快趁热吃了吧 变君 这就是一直照顾我的狗蛋大哥 狗蛋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照顾病你 听说你本来已经被封为皇后了 结果 却跑了出来 什么皇后啊 那个皇帝根本就是假的 我知道他是个假的 但是 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如果病机回不了宫 那他那个假的不就成了真的了吗 狗蛋 你这些话说对了一大部分 但不是完全对 我记得师父曾经跟我说过 我之前能够当上皇帝 那是因为我有皇族的协同 但其实 这点都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这当然不重要 我虽然是皇族一员 但是不代表 我就有资格统帅天下 那 那谁才有资格啊 其实 我登基那天 我娘跟苏文 拼了个同归于尽 水仙又因为救我 而坠落山岩 那个时候 我真的不想当这个皇帝 所以后来 霍将军跟平军 他们叫我做皇帝 要这样那样 我根本就不想学 我真希望 他能把我给废掉 天哪 就有你这种人 说实话 当初那个假皇帝 把我换出宫 让我变成了乞丐 我还真有点高兴 你高兴什么 高兴 我可以抛开所有责任 高兴 我可以回到从前 单纯天真的岁月 高兴 可以抛开一切束缚 为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 这没错呀 以前是没错 不过现在是错了 我应该领悟出 自己的责任 和自己对别人的责任 嗯 变异 你现在是真正的领导者吧 师父 你们丐帮很好很好 师父 可有我爹娘的消息 他们俩 被那个假皇帝啊 囚禁在那个昭台宫里 不过你别急 在没有抓到你之前啊 他们不会有危险的 可是 总得想办法救他们呢 疯丫头 你的伤还没好 我的伤差不多了 师父 你能不能帮我 给病尹疗个伤啊 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座监狱 但是你 从小在牢里长大 所以 你心中的监狱 特别大 监狱 一定要打破 只有你自己 才能医好你自己 启禀皇上 苏承来了 叫他进来吧 草民苏承拜见皇上 平身 你们多下去吧 寒颜法 你架子好大啊 苏兄 戏还是要演的不是吗 你要找我 为什么不到四通客栈去找 非把我叫进宫来 是不是要让我看看 洗洗你自己的威风啊 苏兄 你误会了 我请你进宫 是因为有些事情 实在不方便 在广陵王面前提起 哦 韩老弟 你也知道广陵王是外人啊 是吗 说得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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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兄 我们俩 心照不宣 对对对 心照不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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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现在真的有件大事 要跟苏雄商量 还有什么大事 从前有过卫国人他嫁女儿 他告诫女儿说 婚后一定要想办法存私房钱 后来 请你讲重点好不好 你的故事我听不懂 是这样的 朕最近颁布新法 可是朕发现在全国各地 有很多地方官吏 他们有阳风阴伟的情形 此风不可掌 必须要加以惩罚 刁官比刁民更文质 需要杀鸡锦猴一番 所以朕就想到你 想到我干什么 苏兄 朕派你做钦差大臣 寻查各地 万一发生不法之事 立刻以上方宝剑制裁 我是钦差大臣 没想到我当上钦差大臣了 童孙村村长拜见钦差大臣 请来吧 童孙村居民三百一十八人 按照新法 今年应当追加税款三百一十八两 村长 你说怎么办 大人 本村今年收成不好 凑不出这么多税款 可否用壮钉折算 总共十人 一个壮钉三十两 十个壮钉三百两 还有十八两呢 实在是凑不起啊大人 请大人免了吧 请大人免了吧 不行 那个小姑娘就是十八两了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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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大人我就是那个女儿 你高抬跪手啊 娘 娘 娘 大人 求你高抬跪手啊 你现在欠别人的钱不要紧 大人 你现在是欠朝廷里的钱 你不要命啊 走 娘 娘 娘 路上寂寞 有了你 娘 我就快乐多了 我快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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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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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兄 李威 是刘大卫吗 是皇上吗 殡仪 不 皇上 我真不敢相信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这些都不重要了 但是皇上 您看看 现在天下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和李丸 因为有从前拆弹死的经历 所以现在再去逃县衙里 当个疏离 这些日子 我们看到悲惨的事啊 可多了 原本一个大好的清平事件 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人间地狱了呢 皇上 不瞒您说 我跟张雄天天都在暗地里骂您 别说了 没有关系 我也一直在骂我自己 搞了半天呢 原来那个皇帝是讲的 皇上 您可别再让那个冒牌货胡搞下去 再这样下去 天下老百姓可就没有活路走了 还有啊 新来一个钦差大臣 好像是苏城呢 下官恭迎钦差大老爷 大人请 出来 我不要 出来 你不去 走啊 走啊 别开我 走啊 快走 别开我 别开我 大人 听说你这个居巢是乞丐之乡 但你这个县老爷 好像过得蛮惬意的嘛 大人过奖 大人过奖 快 快点 快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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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打开 大人 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 听大人笑纳 这是给我的 是 是 大人 本大人笑死了 本大人我笑死了 请 好 请 你这个居巢还真不错 是 是 碧线很好管理 很好压榨 对 很好压榨 可是大人 那是从前了 那现在呢 现在 不知道从哪来了一批乞丐 还说是什么丐帮 把总部设在城内 他们三天一碰头 两天一聚会 碧纸 怕他们有作乱之嫌的 但你还不把他们给搅了 他们人多势众 我怕把他们逼急了 他们万一做起乱来 碧线 兵力担保 他对付不了他们 这简单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拿人钱财 遇人消灾 明天本大人 跟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让一让 秦城大人来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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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招财招费 来来来 到啟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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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找找找啊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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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财您的都来啊 没问题 有财 任何财 都财 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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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想招什么财啊 只要有一点专长就可以 你们招收那么多人想干什么 当然是 你先别问 你到底会什么 我只会一件事 打人 好啊 但是 但是 你们又没有亲眼见到 怎么能相信我会武功呢 让他试试看 试试看 来 来 试一下 好啊 你干什么 我们进口公然造反 你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 你就是帮主 我是打人啊 杀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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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丐帮都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 解散 丐帮不解散 找死 不解散 丐帮不解散 丐帮不解散 你 你 你 狗蛋 大王 不解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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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帮主 等你 当上了 忠心当上了 皇上 我 我就可以做大老板了 狗蛋 你一定会当老板的 我跟你保证 你会成为顾望青睐 最大 最大 最大的老板 好 大 最大 最大 大 大老板了 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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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又是什么人呢 本大人在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你就是什么帮主 铁面大公鸡 是不是 你们这些什么丐帮 违法乱计议 搞毛了本大人 统统把你们抓起来 丐帮马上解散 方主 解散 方主 还是你这个帮主事实的我 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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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主我们真的要解散吗 我们真的要解散吗 通知在他之间 是解散啊 羗主 帮主 �带 在过去商人年难 一天存一门 结果存了那么多银子 其实就凭这些银子 他能开什么定义 做什么老板 不过他就是靠着这个信念 一直活下来 碧妮 死老天 却连他这么卑微的梦想都要谋杀掉 还赔上了信念 走了 为什么 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公平 外面皇帝太可恶了 我们就要打倒他 对 我打倒他 打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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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我们现在的实力 就跟这些银子一样 根本做不了什么 不过 我们可以有狗蛋这份精神 一天存一闻 慢慢地来 那丐帮已经被锦塞了 他们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是是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大人请 恭送大人 恭送大人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谢谢老爷 谁敢到这里来抖了 帮主 帮主 请您替我们主持公道 皇上 皇上 他们都是各地县衙的树立牙役 因为看不惯那个冒牌皇帝的座位 所以请来加入皇上的阵营 帮主是 皇上 大家眼前这一位 才是如假包换的皇上 皇上 皇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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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陆陵好汉 也要加入丐帮 怎么把我们就当强盗窝 身为陆陵人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既然来了 就同心协力 一起奋斗吧 陆陵皇帝万罪 陆陆皇帝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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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那些乱民实在太大胆了 皇上 各地官员传来消息 都说说服过重 百姓缴纳不起 执法又过于严苛 行语自封 而官吏却趁机所会 胡说 统统都是胡说 那个什么 什么铁面大公鸡 公然跟朝廷作对 这摆明了就是在造反吗 大将军 听说他们已经盘踞在居朝 成此下去可也不是办法 启禀皇上 老臣请命领兵出征 得升起那个铁面大公鸡 再问民起作乱原因 作乱还有什么原因 朕自有主张 你们先下去吧 臣告退 还好 你没有答应霍光带兵出征 兵权要是落在他的手里 日后就麻烦多了 朕就是怕他把兵马带出京城之后 立刻倒戈相向 没错 兵权一定要捏在自己的手里 不能随便交给别人 但是 怎么 还在伤脑筋 那群乱民要怎么解决 听说乱世是由苏承一手激起来的 我早跟你说过 这家伙不可靠 你还派他当什么钦差大臣 苏承还说你不可靠 我倒有个一石二鸟之计 那你快说 你不觉得乌龙院那帮人 一直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吗 对 提前九魔空那个大光头 我每次看到他 心里就毛毛的 好像他已经看穿我们一样 所以 不如利用他们那群光头去凭乱 事成之后 你再怪罪他们不乱杀人 到时候把他们统统砍了 这样趁机捣毁了乌龙院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妙啊 最好是两边煞金光 王爷 此计甚妙 还是你最懂得使用全术之道 你还不晓得我真正的厉害呢 你才是我真正的心腹大患 让我们平乱 师父 这件事就只有麻烦你了 师父 这小子想耍诈 老纳 老纳 领死 师父 是领旨 不是领死 很好 很好 领什么都很好 大家准备好 出城作乱 不是作乱 是平乱 很好 很好 乱就很好 大家回去准备打包 出发 好 好 走了 走了 得住我先见谅 在 咱们是不是好兄弟 当然 对 对的话 就帮朕一个忙 好 朕觉得 大牛跟舅魔空有点情绪不稳 你们俩帮我盯着他 万一他们有时宁义壮 立刻向朕回报 情绪不稳 舅魔空大割大光头 好像从来就没有情绪的 没有啊 朕怀疑 他们要造反作乱 造反 造反 你们仔细想想 他老远从天主来到这里 为的是什么 他一心要收朕为徒 为的是什么 他怂恿朕把他封为国师 为的又是什么 总之 是 你们帮我盯牢 他 万一有什么异状的话 立刻回报 立刻回报 如果你们想便衣行事的话 那就更好了 便衣行事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 我们答应那个本领啊 是啊 这是天下间最毒的贺鼎红 我看他应该会对你们有用的 谢皇上 你拿着 你拿着 对对对对 有肉 喂 看什么看 你看到肉就嘴馋 你们几个 是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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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帮主 你还这么轻松 到底没有办法退迷啊 大师 咱们是不是现在就杀进去 对 杀进去 现在 不杀 现在 来 扎营 扎营 好 扎营 安营扎寨 生火 做饭 是 你们说 我们那里该怎么办 这大光头确实有点怪怪的 他根本不想劲绞乱民嘛 分别想拖延时间 皇上说的没错 大光头这招叫做手术两端 怎么说 趁机掌握兵权 然后造反啊 可是我觉得大光头平时对咱们不错 难道真的要堵死他吗 皇帝是我们兄弟 我们不帮他 谁帮他 对 皇上是我们的哥们 我们一定要帮他 看来只有这么办了 师父 吃点宵夜吧 好乖 好香啊 就是啊 好吃得很啊 好吃 你吃 不不不 师父 我不饿 你吃 不不不 我也不饿 你请你请 你吃 你吃 我不饿 师父 不饿不饿 那 还是你吃 不 师父 师父 您快别搞笑了 快吃吧 好 吃就吃 师父 您在干吗 万一吃死了怎么办 先给自己超度 好喝 皇上 好喝 师父 你也知道是皇上他的主意啊 师父 我们是迫不得已的 对啊 对啊 是皇上让我们这么干的 是啊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 爱是凡人 乱落成就的差错 又何必再顾别人 怎么看 怎么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 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说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别再问我 难过是否怎么过 或许会好好的活 或许会像是无伤 你在乎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 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 爱是凡人 乱落成就的差错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如果你想离开我 如果你想离开我 太多好urn 近因尚舍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为了爱情 我也背叛了所有 如果你想离开我 就别再微微缩说 太多的借口 太多的理由 别再问我难过是否怎么过 或许会跑好的火 或许会消失无踪 你在乎什么 今天要提个胸膛 大大一炒 以后咱们只将这个皇车效忠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出发 如果他没死 这样不就完了吗 就算是从前的刘宾仪 也经不起我一根小小的指头 你 你要 把他们都捆起来 完了 我们怎么落在他的手里啊 要慢慢地折磨他 然后再把他开膛跑步 让他死得痛苦万分